这个颜色讲出来 不是要讲字 你把颜色讲出来 那你试试看会不会有点困难 就表示你的这个左脑右脑在 在这个 这个你的 你的右脑是想要在 在这个 因为右脑是artistic 右脑想要说颜色 这可以自己看一看 那左脑是想要 想要这个念字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很多这一类的实验 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看 自己念念看就知道了 这有很多实验 这个上任知心理学的课 其实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只是他们要上很久了 那我们不会把那一个 很多实验是很好玩的 那老师都可以找学生 来做做这个实验 那实验结果其实都已经 有的都是少几十年 或者有剩百年的实验 那你去看看那些书里面都有 那这个 其实很多很好玩 那所以他们实验方法 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他怎么样设计出这个实验 所以我说在那个领域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们有很多很多实验 都想出来来验证 那反而我们知识系的同学 常常有时候不会做实验 就这个 我怎么样来验证 我一大堆理论出来了 我设计很多model 那这个model 看起来很好 我怎么验证它 不知道 没有data 那这个实验的这个过程 从实验到这个 就是说你有一个想法 那就要怎么样实验来验证它 那这个在 在这个心理学里面 认识系里面 好多好多的这个例子 很好很有趣的历史 时间快到了 四丘 我看还有多少 四丘 Cermus Cermus的话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四丘是 在这两个 这个部分 那它是 它是如果翻译 它的意义就是 Gateway to the Several Cortex 连接到皮层的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四丘的那个地方 我们下面就接到 有时候的丘脑 那下面这个是脑干 刚刚看到其他的 那这样还有很多这个 重要Limbic System 都在这一块 在上面这一块 但四丘这个 它连到 它连接很多的connection 连接到这个大脑 那这个大脑的皮质 所以这个四丘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连接 连接我们下礼拜会再谈 那四丘的话是 在中间的这个部分 最重要的一个结构 然后它 它连接到大脑皮质 里面的很多很多的 这个部分 那所有的 sensory的这个 我sense到的东西 都是从四丘传出去 就我sense到什么东西 就是四丘传到 sensory的那里去 那如果Visual的系统的话 那这个从视网膜 送到这个 这一对这个核群 然后送到这个 Primary的这个Visual Cortex 就是如果视觉的话 那四丘的话 如果就视觉而已 它process的sensory 我sense到的这些资讯 然后我再 再把它relate到大脑里面去 就是 就是视觉把它relate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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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到这个 皮质的某个部分 sense到以后 在这个 那这个我想我们可能下次再来看好了 后面 后面还有 还有几个部分 今天 基底盒 还有几个 几个例子 我们聊到下次好了 我们下次从 从这个 我们聊到下次 下次从 从视球的部分再继续 然后再看 这个脑网路 OK 好 那么今天就到这边 那 呃